你不一定一风翻盘 但请一定向阳而生 不用谁施舍阳光 我们自己就是太阳 最近我们更新了牧羊女的视频 受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赞和好评 今天跟随摄像小哥的镜头 我们一起走进牧羊女的生活 一大早起来以后 牧羊女就忙着挤羊奶了 他们家里的孩子比较多 平时也没有什么钱 给他们买好吃的补充营养 所以这些羊奶是他们家必不可缺的 孩子们也非常的喜欢喝 牧羊女家里的孩子虽然比较多 可是他们从来不去烦妈妈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在他们家你可以看到热热闹闹的景象 他们的生活每天都很忙碌 可是却不手忙脚乱 家里的几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 他们也已经早早地承担了家庭的重任 比如放养山羊这些事情 不用牧羊女太操心 牧羊女用瓶子给大女儿装了一壶子清水 每天的放养任务基本都是老大完成的 别看她年纪小 做这些事情已经很熟练了 她是家里的老大 很照顾弟弟妹妹们 牧羊女在外面忙着晒衣服 家里的孩子自动自觉地在打扫卫生 他们总是抢着帮妈妈做事情 他们这个住的地方虽然特简陋 可是他们还是尽可能地收拾得好一点 其实这些事情是不用他们妈妈操心的 他们每天过这样的日子似乎很适应了 阿祖法上次来这里的时候还和他聊起过 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家重新修整一下 因为他们家里住的人多 修缮一下大家住得好一点 牧羊女和他说 因为他的经济实力不允许 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经济来源 一个人能把这几个孩子养大 已经很不容易了 牧羊女今天终于有空了 她开始给几个孩子洗头 她就是洗个头也要洗好几个人的 很多网友还在打去说 怎么他们家的孩子头发也不洗也不梳 原来给他们洗一次就要花好长时间 可只要有空 她还是会很认真地给孩子们洗的 帮孩子们洗了头发以后 牧羊女又开始去煮羊奶了 她还自言自语地说 我已经有两天没有看到阿祖法了 等我忙好了就送一些羊奶过去 她真的是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阿祖法 他们家的这几个孩子平时也没有哪里可去 每次一听说去凯撒家都欢天洗地的 好在他们家的孩子多也热闹 不然生活在这个地方肯定是太孤单了 其实凯撒也是的 虽然阿祖法无微不至地照顾她 可是小朋友还是太寂寞了一些 好在再过几个月她就要当姐姐了 她这么乖巧懂事 肯定是个合格的小姐姐 每次牧羊女带他们家的小朋友去凯撒家 气量大的凯撒总是把自己的好吃的 拿出来和他们分享 她真的是挺好的玩伴 牧羊女到了一晚养奶说去看阿祖法 家里的小朋友欢呼雀跃要一起去 她嘱咐大孩子在家里看家她带着小的去 因为她要拿着碗不好抱小儿子 就没有带她去 可她还没有走太远 小儿子已经哭着追过来了 牧羊女没办法只好把碗放了下来 走过去又把小儿子抱了起来 小儿子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只有她还是撒娇要妈妈抱 牧羊女已经带着孩子来到了阿祖法家门口 她拍着门喊着阿祖法的名字 可是却没有人回应 她知道了 阿祖法肯定是出去找工作了 牧羊女发现他们家的门并没有锁 于是她把门打开走进去了 她是要把带来的养奶放进去 因为主人不在家 她也不好进去打扰 于是她把门又关了起来 牧羊女在离开的时候 发现他们家的花都要哭了 她知道阿祖法最近没有心情和时间交话 于是她走过去找了一个塑料瓶子灌了一些水过来 给这些花椒水 现在的天气炎热 这些花朵要是不好好照顾 那肯定是很难成活了 做完了这些后 她就带着孩子们离开这里了 自从她和阿祖法认识以来 她不仅上门帮她干过活 还和她一起制作了囊饼 现在更是三天两头地让孩子们给她送养奶 她知道她们母女都急需给身体补充营养 她们回到了家里以后 母女几个人坐在这里聊天 她们还在说 那天狼袭击山羊的事情 牧羊女说 那只被袭击的山羊是我们自己家的 要是是别人的就说不清楚了 还以为我们看护不利呢 到时候还要给他们陪一只羊 她的二女儿和她说 妈妈我已经到了上学年龄了 我也要像村里的那些孩子一样去上学 牧羊女和她说 你上学的这件事情我放在心上了 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赚到钱 再等三个月就可以了 等家里的小山羊再长长大 我把他们卖了给你凑钱上学 其实他们当地的上学费用也不是太贵 就是因为家里的孩子太多 那开销也肯定很大 他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 可是只要孩子们提出要上学 他还是会想办法满足他的心愿 上次已经说过了 别看他们家有那么一大群山羊 其实大部分都是帮助他姨妈嫁养的 姨妈现在身体不太好不能去山上 所以就拜托了他照顾这群山羊 当然会给他支付点工资 他们自己的山羊仅剩不多了 他还害怕前夫再过来抢羊 这种下三滥的事情他又不是没做过 那个男人只要在小老婆的怂恿下 就可以做出很多过分的事情 牧羊女已经对他失望透顶 不再抱任何的希望了 他即使在孩子身上一分钱都不花 可他觉得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 能够好好的把孩子们养大 你们觉得他可以吗 他好棒 puedo抢羊的GM